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朱小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机智的小和尚 这篇故事是关于一修和尚的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让我们来看看他精彩的故事内容吧 从前日本有个和尚名叫一修 从小就以机智文明 他一生精彩的故事深受大家的喜爱 日本将他小时候的故事拍成一系列的卡通 风靡整个亚洲 其中就有一则故事可以充分表现出一修的机智 当时有个将军名叫祖里易满 他听说一修为人机灵 想要试探他一下 于是派人请一修到府邸想逗他玩 一修一来到府里就看见玄关的屏风上 画着一只正张着嘴露出尖锐牙齿的大老虎 在竹林中虎视眈眈的拧视着他 府里的两旁站着几位高大挺拔的士兵 威武的气势让人害怕 一修一见到将军就毫不胆怯地行个礼 此时将军指着屏风上的老虎说 一修啊还好你来了 这只老虎凶暴无比 只要一到晚上就跳出来到处伤人 真是难以对付 请你快用绳子把他绑起来吧 周围的人听了都认为要绑住屏风上的老虎绝不可能 一修再怎么机智也不容易有令人满意的答复 但一修知道将军是在跟他开玩笑 于是他毫不以为意笑嘻嘻地说 好的好的我能捆 请你先给我一条绳子 此时将军就拿来一条又粗又结实的绳子 一修立刻卷起袖子 绑上头巾 将绳子呼呼抖动几下 做出要捆老虎的姿势 旁边的士兵看了都不禁笑了起来 一修不慌不忙地说 将军 我个子太矮 老虎太高 我够不着 请您先派一位士兵 把老虎从屏风上赶下来 我再来捆 将军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地说 哎呀真是厉害 让我奖赏一修 拿两块年糕来 将军一声令下 两块上等而精致的年糕摆在一修面前 一修很快地就把这两块年糕吃光了 这时将军脸着胡子说 一修啊 你刚才吃的年糕 究竟哪一块比较好吃呢 士兵心想 年糕都是一样的 他们盯着一修 看他怎么办 一修毫不在意 慢慢地喝了口茶 这才举起双手 啪啪地拍了两下 接着问将军说 将军 请问我拍的手 究竟哪一只的声音比较好听呢 将军忽然认住了 他十分佩服一修的仓慧 这才送他很多礼品 现在日本京都有座一修寺 原本叫座妙顺寺 因为一修往年在这个寺中过世 日本人为了纪念他 把妙顺寺改称为一修寺 目前也是日本京都的 重要文化观光景点 我的故事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杨成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神剑手和卖油狼 从前有一个年轻人 能在一百步以外 把剑射中剑拔正中的红星 大家都送给他一个外号 叫做神剑手 这个年轻人就十分自豪 心里非常得意 眼睛里再也没有别人了 有一天 他又在穿口的场子上练射箭 他一口气射了三支剑 搜搜搜 都中了红星 旁边的人都拍手称赞 并且大声喊好耳 年轻人听得很高兴 就向四面八方的人 行礼道谢 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老头儿 也不拍手 也不喊好耳 只不过点了点头 笑了笑 年轻人看到后 心里十分不舒服 就走过去 恶狠狠地说 喂 老头子 你也会射箭吗 那老头儿很干脆地说 不会 那年轻人又说 那么是我的箭射得不好吗 那老头儿说 好是很好 不过这只是一种 很平常的技术罢了 年轻人简直冒起火来了 他指着老头儿说 你有什么本事 我倒要看看 那老头儿说 有 请看我的 原来那个老头儿 是个卖油的 他把一个油瓶放在地上 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铜钱 轻轻放在瓶口上 然后又勺了一勺花生油 慢调思理地说 我能把油 从油勺上穿过铜钱 滴进油瓶里去 旁边的人听了都不相信 因为那铜钱的孔 实在是太小了 可是那老头儿还有心花样呢 他请人搬来一张桌子 自己高高地站在桌子上 手里的油勺轻轻一歪 油就顺着油勺 形成一条黄线 滴进油瓶里 旁边观看的人都 发疯似地拍手 大声喊好 这个时候那个老头儿 滴下头来 很和气地说 我这也不过是一种 很平常的技术罢了 并没有什么奇迹 那个年轻人听到后 很惭愧的滴下头 从此苦心练习射箭 过了十年以后 他不但能在一百步以外 射中树上的小枣儿 还能射中天窗上的飞鸟呢 老师各位同学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林卓越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第一次爬山 山色壮丽 风轮挺拔壮阔 一览无疑的视野 和苔险重生的步道阶梯 还有挥汗如鱼的我 这是我第一次爬山 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 我们抵达山脚下的灯山口 望着满山茂密的大树 和连绵天际的时节 我知道 接下来的爬山 将会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一步步踏上时节往上走 一滴滴汗水滴落在翠绿的时节上 也铭记一份深刻 在山林间回荡着的 是鸟儿的叫声 是川林而过的清风 还有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声 过了一会儿 步道上的时节 依然无情地 不断地往上延伸 而汗如雨下的我 只好隐靠着石头 休息一片刻 而早已被汗水湿透的衣服 就像从水中捞起来一样 还好有阵阵凉风拂过 才稍结暑气 不知不觉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眼前突然柳暗花明 霍然开朗 轻身壮丽 触立两旁 放眼望去是苍翠的森林 阳光趁细透露 云海静静一磅群山 在山林间信步传说 白云悠游 远山沉沉叠叠 净显群山壮阔之美 走在山里 山在眼里 山在心里 山在清凉了最深处 我爱走在山林里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大海里有个小石木耳 从前有两个兄弟住在一起 哥哥在家跟田 弟弟上山砍柴 大家分工合作 日子过得很不错 有一天 弟弟上山 经过一座树林 树林里走出一个矮老头儿 矮老头儿跟弟弟要饭吃 弟弟看他可怜 就把带来的饭分给矮老头儿一半 矮老头儿好像几天没吃饭 两三口就把饭吃完了 他伸手磨磨嘴 又说 好心人啊 我肚子还饿 你再把另外一半的饭也给我吃吧 弟弟实在可怜了矮老头儿 就把剩下一半的饭也给了他 矮老头儿吃完了饭 说 像你这样好欣赏的人 实在找不到第二个 我这里有一样礼物 请你收下吧 说着 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个小石木耳 他说 你想要什么东西 就对着木耳说 木耳木耳给我木什么来 他就会替你答乘 东西够了 再说一句 木耳够了 他就会停下来 回到家 弟弟高高兴兴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哥哥 兄弟俩当场试验了一下 他们说 木耳木耳给我木耳一桌酒洗来 果然桌上就摆满了许多大鱼大肉 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个饱 到了夜里 哥哥谈心 偷偷把小石木耳拿走 坐上一条小船 想到一个海岛上过快活日子 船走到海当中的时候 哥哥放心不下 想再试一试小石木耳灵不灵 就说 木耳木耳 给我木耳眼来 小石木耳果然听他的话 没出许多眼来 一下子就把船装满了 可是他忘了下一句应该说些什么 才能让木耳 石墨停滞 眼看着眼越堆越高 越堆越高 最后就把船压沉了 哥哥和那个小石木耳一起沉到海底 因为小石木耳还是不停地转 不停地转 所以眼还是不停地往外滚 每几天工夫连海水都变成咸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凡事不要贪心 需要知足常乐 我的故事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林立成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我生活的台北市 我生活在台北市 这里是中华民国首都及直辖市 人口密度全台湾第一 台湾属于盆地地形 是台湾的金融经济政治中心 台北市划分成12个行政区 其中行政中心为信义区 台北市四周与新北市接壤 是花是杜鹃花 是树是荣树 是鸟则是拥有常委山羊美名的台湾蓝圈 台北市四个现代化的城市 到达台北市一定要去参观 著名的台北101大楼 它在2004年到2010年间 曾是世界第一高楼 到达101大楼 一定要去参观它 独特的阻尼避震器 还可以从观景台俯瞰整个台北市 感受台北市的繁忙与活力 故宫博物院是观光客必去的景点 那里有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文物 如毛工顶、肉形石、翠绿白菜等古物 全都是无价之宝 再来是台北市的美食 首选一定是鼎太风 不但能让你饱餐一顿 还可以让你见识到台北市厨师高超的厨艺 满街都是手摇饮店的台北市 都卖些什么呢 那就是最特别的珍珠奶茶 只要轻轻一吸 就会在嘴里留下永远的珍珠香 晚餐时间到了 要吃什么呢 台北市也有如美食天堂般的夜市 台北市充满人情味 来到台北会有各种不同的体验 然后满车而归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杨果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狮子报恩 从前欧洲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牧羊人 一天他上山时遇到一只大狮子 把他吓了一大跳 牧羊人转身之后要跑 但是腿已经被吓软了 跑不动 他心想这一回事死定了 不要回头一看 狮子并没有扑过来 反而对他点头摇一尾巴 还把一只脚掌抬起来 喉咙里发出一阵声音声 牧羊人看那只大狮子并没有恶意 就壮着胆子走过去检查他的脚掌 原来有一根很大的刺 深深扎在肉里那一定很疼 牧羊人拍拍狮子的头说 不要紧我来帮你忙 牧羊人把狮子的脚抬起来 搁在自己的膝盖上 小心地把那根刺拔出来了 狮子很高兴点点头摇摇一巴 很轻快地走回树里里去了 牧羊人也很快乐 平常的情形都是 狮子见人就咬人 见狮子就射箭 现在人跟狮子成了好朋友实在太难得了 牧羊人是第一个跟狮子交好朋友的人 半年以后有一天几位兵士要来捉牧羊人 牧羊人在受审的时候才知道有人被杀 官厅仪西是他干的 所以要判他的罪 牧羊人害怕极了 大声还冤枉 可是又不懂得替自己辩护 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 执行死刑那一天 牧羊人被士兵推进大大的斗兽场 他抬头一看 四周瞧了闹的人多极了 眼光也在场 喇叭一响 栅栏门开了 一只大狮子凶炯炯的跑出来 牧羊人知道这是要拿他来喂狮子 他只好闭起眼睛等死 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 观众也不呼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睁开眼睛一看 狮子就站在他跟前 点头摇尾巴 把一只脚掌抬起来 好像要跟他握手 牧羊人立刻认出 四肢是老朋友 就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低声哭泣 观众看了这个情形都很感动 大家拍手欢呼 国王也下定召见他 未明白被判死罪的经过 才知道他是冤枉 就赦免了他的罪 因为狮子懂得对朋友讲义气 所以国王很看重他 就把他放回山里里去了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沈信玉 今天我要分享的游记是 游大林静 大林静是美国国家公园的旅游圣地 去年 我们全家一起去美国的几个国家公园旅游 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前往旅游圣地 大林静 第一道树光才刚从山顶冒出来 我们就已经离开了旅馆 在前往大林静的途中 我们看见山脚下的鹿群 和几只小鹿 本来小孩都会兴奋地大叫 妈妈则是一直拿着望远镜猛看 但现在都缩转为有路两个字而已 就在有路每隔一两分钟 就会出现在姐姐和妈妈的口中时 另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一大堆车灯 这几天的经验告诉我 有难得一件的野生动物出现了 我才刚从车上跳下来 就见到一个黑色身影 正悠闲地吃着莓果 黑熊 妹妹把我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这绝对不可能看错 和钟熊比起来 他有黑色的毛皮 娇小的身形 背上接近前之处也没有凸起 黑熊若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生活 毛色就会变白 我很想看看白色的熊 但这只黑的也很好看了 我掏出相机 记录下这一幕 蒸叶树的枝叶为框 山 森林和草地为背景 主角则是正在大块躲移的黑熊 美极了 上车后开了约翁五分钟 大家一直口沫横飞地讨论着刚刚发生的事 忽然一个灰影划过天际 好似弯刀的双翼使他速度飞快 如流星般切开湛染的天空 他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最终停在树梢上 我拿起望远镜 那锐利的黄色鹰眼 让人不敢与之对视 虽然身在山林野外 但那深灰色羽毛仍然光亮整齐 不知有多少生物 丧生在他的弯嘴和利爪下 不由得令人心生畏惧 他抬头挺胸地站着 既成气又微猛 不愧是食物链顶层的烈食者 老鹰雅 虽然我还没看够 脑袋却被车型而转开了 我正经地发现树林不见了 到旁边小山上的观景台上看 哇 景色真美 鬼斧神工的群山 桌虫颜色渐成围绕者的大自然器官 天空中有老鹰翔翔 地上有松鼠奔月 真令我大开眼界 这次旅程看见了不同的生物 也见证了大自然的美妙 不愧可说是不虚此行呢 我的分享游记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郭千词 我今天要演讲两篇题目 首先是岁月无声 有一个东西 它很宝贵 但过得很快 像我们现在是小孩子 但转眼间过了几十年后 我们已经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是什么东西流失的这么快 是什么东西让这么长一段的时间 成为了转眼间呢 它就是岁月 我们虽然无法把岁月倒转回来 但是我们可以有意义的度过一生 记得小时候 乡下奶奶家旁边有一条小溪 我常常和妹妹一起去那里抓鱼玩耍 但经过时代剧烈的变迁后 早已沧海桑田 再回去时 小溪已经被新的建筑给覆盖了 而回忆也随着流水一样消失了 岁月不会哭 也不会笑 不带任何感情的快速的流失 一眨眼几年间 岁月就过去了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其实人也一样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无所事事的时候 岁月也一点一滴的消失了 不会等待 就是这样的残酷和现实 慢慢的我们会从小孩变成大孩 大孩再变成大人 最后变成老人 然后再慢慢的死去 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必须经历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 充实每一天的生活 不浪费自己的青春以及岁月 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岁月正在无声无息的流逝 岁月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都无法把岁月倒转回来 所以要有后顾之忧的 面对自己的未来 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所在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水的启示 在台湾遭遇习以为常的便利商店里面 商家上贩卖着许多商品 琳琅满目 其中就有了矿泉水 便宜的只需要10元至15元 但在撒哈拉沙漠 或者是杜拜等地方 他们一瓶矿泉水 就需要台币500块 因为那里是热带地区 加上常常缺水有干旱 所以一瓶矿泉水 才会卖到那种价钱 虽然水不敌黄金的光辉 暂时的闪耀 但可以带给大家健康的身体 有趣的生活 水在大自然 在我们身旁都无所不在 神明支援的水 可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它吧 水是不可或缺的神明支援 它孕育万物 海纳百川 这位千千君子 总在无形中以坚强的意志 照顾万物 种种特质 令人敬佩 河川里的水 工厂排污的废水 充满加工品的水 各自流入海中 大海敞开胸怀 有如妈妈般的 把它们涌入海里 在慢慢的化解而纯净 水变化无穷 在小复兴中 在各种奇特的形状里 魔术师的它总能变化出来 香味四溢的果汁 营养健康的牛奶 都是水的杰作 水接纳了它们 和它们共存 它包容性强 且随语而安 随心而存 水虽然无色 无味 却排毒又解渴 中所有生物一生 都无法离开水 当熊熊烈火 燃烧着森林 燃烧着人们的房子时 是谁救了 那些即将要被烧毁的财产 资源呢 是谁挽救了一切 重新燃起大家的希望 三泰的水滋润了人们的生活 一泰的水是生命之权 气泰的水则是游泳池里面 受欢迎的设施 蒸汽室 固态的水则是夏天的消暑圣品 既清凉又节客 在炎炎夏日里最受欢迎 水带给了大家 健康的身体 有趣的生活 它无控不入 在我们生活中也无所不在 生命资源的水 提供大家幸福的生活 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水资源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王晴日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骇人的东西 从前有一个农人到深山里去砍柴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山洞 那时候是大热天 山洞里很凉爽 农人就走进去休息 无意中低头一看 看见角落里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人来是一大堆精子 农人吃了一斤 赶快站了起来 在森林里拼命跑 有三个强盗正在树林里躲着 看见农人慌慌张张张的跑过来 就拦住他说 喂 不要跑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农人说 你们别拦住我 我要逃命 有东西在后面追我 强盗们听不懂 就强迫农人带他们回去看 农人只好带他们到洞口看 到洞口的时候 农人指着里面说 那骇人的东西就在里头 你们自己去看吧 他就站在那里 不肯再往里走了 不肯再往里走了 强盗们进去一看 是一大堆精子 他们觉得农人是一个老实人 就把他放了 农人走开以后 强盗们就在讨论 怎么去动用那一堆精子 有一个强盗很贪心 想毒吞那堆精子 就假意的说 我先拿点儿精子 到城里去买些酒肉 我们痛痛快快吃喝一顿再说吧 他就拿了精子 先买了毒药 再去拌好酒肉 他把毒药放进酒里去 准备拿回去害死另外两个强盗 没想到他刚到洞口的时候 里面传出两个枪声 把他给打死了 原来里面的两个强盗 先讨论好了 他们觉得精子虽然不少 但是两个人分 总比三个人分得多 所以他们都拿出枪来 守在洞口等买酒的同伴回来 再把他害了 现在少了一个分精子的同伴以后 他们把酒肉拿进去 大吃大喝 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因为分精子分到一半的时候 肚子里的药性发作 把他们两个都堵死了 这三个可恶的强盗 为了那一堆精子 把命都送了 农人就把那一堆精子 叫做害人的东西 实在没有错 这么说起来 凡是不应该得的财富 还是别去要他的好 那老实的农人 其实是一个很懂道理的人了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和谦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忙碌的一天 天刚破晓 月儿的闹钟声 把我从睡梦中唤醒 我懒洋的望着日历 今天礼拜六 又要上一堆补习班了 半睡半醒的我坐到书桌前 想在补习前看一下武侠小说 老师在台上口目很飞地说着课本内容 但每字每句就如同被绑在围里外的狼 无法进入我的耳朵 过了约一个时辰 期待已久的下课钟总算响了 我像听到肥美猎物的二虎班 好像一家锅贴店 在里面大块躲移 紧接着数学课准时在一点钟开始 上完课已经三点半了 又要去补篮球课 早已掉下的我在篮球课更是无精打采 我在一旁观看教练的动作也使我浑浑欲水 直到夕阳的余晖照入篮球教室 课程才在收抄中结束 到了晚上六点 我才吃完晚饭 又要去车程足有四十分钟的三重上书法课 在书法教室内 黑板前的老师握着毛笔 教如何教我们如何写学字 然而我的精神已然用尽 早上阅读的武侠小说 在我的眼前浮现 华生派及额眉派的激烈对决 七杀神经和金刚绳子继承人的单挑 意识与瞌睡城的抵抗在脑海中上演 我好不容易挨到下课 我已全身无力 回到家已经九点四十五分 我洗过澡走回房间 这一整天的忙碌 让我苦不堪言 啊对了明天还要做文课 想到这我不禁像史莱姆般瘫倒在床上睡着了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秦思雨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守株待吐 春秋时的颂果 有一个朴实的农夫 每天找出晚归很勤奋的工作 加上节一缩时节省过日 家里有些积蓄 生活过得挺不错 他的田地大部分在住家附近 为了耕作累了有个歇息乘凉的地方 他在田边也种了一些树 那些树长的枝叶茂盛 高大挺直 树底下的阴影 是夏日里他最喜欢的地方 往往在阳光吃热的时候 躲在那里小睡片刻 夏日里的某一天 他起个大早 用过早餐后就要和他的牛一起下田耕作 到了中午 他照例到树底下去歇息 正当他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 忽然碰得一声巨响 把他给吵醒 他睁开眼睛 一看几步外有一只折断脖子的兔子 正躺在那里 那兔子应该是跑得太快 没有注意到那棵树便一头转上 弄得紧断生死 农夫将兔子拾起 满心高兴的说 今天运气真好 不费半点力气 就获得了一只兔子 傍晚收工回家时 他脚刚踏进家门就迫不及待的嚷着 老伴啊 我今天捡到了一只兔子 你拿去做一道三杯兔 让大家打打牙祭 就这样他们全家大快朵鱼 老餐了一顿 要是每天都能这样 那该有多好 农夫心里暗暗想着 第二天 当他回到田里工作时 他想到了昨天的奇遇 不禁燃起了一股希望 自言自语的说 今天我就坐在树底下休息 等兔子 说完后 他就真的不跟座了 收拾起农具 坐在树底下休息 可是等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他兔子仍然没有出现 可是他不回心 仍然每天到那里去等 田里的工作也不做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他期待的兔子始终没有出现 而田里的杂草就越长越高了 老伴啊 听林人说 你每天坐在树下等兔子 可有这回事吗 农夫的妻子有一天 听到林人的咸咸咸语 忍不住问农夫 虽然每天都只是空等 再也没有兔子的影儿 农夫老实地回答 你该醒了 不要再等了 从明天开始 好好的工作吧 农夫的妻子苦劝着说 经过妻子的一番指点 农夫的梦醒了 从此以后 恢复以前的样子 每天 扛着锄头到田里 勤奋的工作 我的报告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